HELLO 大家好 我是總結 今天我們出來的群台 今天我們來來到這邊是位於清水的中華路上 那這一間呢就在麥當勞的對面 有來過無數次 今天來到這場就來這場玩一下 來吧 我們來玩一下這一台 獅子巾擺的不錯蠻 只是我剛剛有小試了一下 它的這個45度角這個超級障礙物 你可能捏不起來喔 四都沒捏到 而且它轉爪轉的非常的剛好 它過去就是一爪在前 所以這個要先想辦法把它解掉 這一個 呦扣到吸星夾 這個要想辦法先給它出來 他們開了 也許開了之後 會還可以 只是這邊如果有一個更完美的平台的話 會更好 可是它一直頂耶 對啊 這一台頂的 那個機率有點小高 再擦你 有辦法捏嗎 捏捏看 有點尷尬 這台的力道是真的有點剛好 有了 哇塞 哇塞 哇 它要嘛就是 不太能起來 要嘛就是丟回去 手指徑有點貴 對啊小貴了 太難起來啦 這個力道啊 這個力道是真的 這個 這是要怎麼算 用膩的好了 這個 如果正門的都不行的話 用膩的看看 起不來 可以開個爪力嗎 這個獅子巾 有了吧 打這個獅子巾怎麼打得比金正還要累 我再逆一下這個看看 因為它這一台的力道是真的 我是覺得不太OK啦 它不用整個扣到 對啊 怎麼講勒 它那個 而且它的中壓距離調得極高 它下面那一段都是牆爪 牆爪的力道都比較不夠 捏完全不行 這個叫做大貨獅子巾 我右邊打空了 那我們這邊 我給它吃一次看看 算了 真的前面一直頂 以外呢 它下面那個是完全捏不起來的 那我們就總共出 三個吧 那三個的話 有 三瓜 我一瓜你兩瓜 23 56 39 沒有 那這三瓜都共骨 就算了 因為這台的獅子巾目前現況呢 難度真的是有點極高 那我們就出三個 再去玩一下 其他的 來吧 我們來玩一下這一台 東西其實也算還不錯嘛 只是我 台性都沒有事 爪力 下爪偏快 推 這個再給你左右 可是它二收很即時 然後它應該是 可以出一些貨應該不是問題 因為感覺得到 雖然說下爪快 但下爪快還可以克服啦 至少這個出掉應該不是問題 只要抓得到拍數 它就可以放 下來吧你 下來囉 然後這個 最高度多段前推二收 哇賽 全部擠在一起幹嘛 好了 奇怪我剛剛想說 爪子推不出去 一個一個推 通通推出來 欸 別鬧啊 要卡住 鑽捏長的就對了 其實這台不錯啊 雖然下爪快 但是它那個推感還不錯 甩幅也還不錯大 這個 這個 讓我撥一下 沒關係 哇 它的天車 在空滾 這個顯示 上升異常 來吧 我們出了兩個 雖然說這台可以繼續打 但是機台壞了 那我們就一人一刮吧 3號 沒有 2號 沒有 1號 哇它是跳著的 好我們剛剛已經刮完兩刮 結果 我們想說要收了 結果我們再收到一半 快收完的時候 欸 機台又修復了 那我們就繼續吧 這個明明就要出的 對啊 對啊 再多段 就是不往前倒一下 好像繼續打 沒有比好耶 應該是還行啦 因為這台其實 你看又壞 又好 這台快壞了 那我們再無穩的 出一個就好 因為這台 秀兜秀兜 來 射 來了 變位置了 又是一樣的位置 哎呀 快呀 晃過去啊 有了 我這一個在小試 我就不信你不過來 剛剛原本早就出貨 它已經在洞口以下了 結果在那邊 吸行夾卡在那裡 來 你過來 洗衣球躲去後面 什麼意思 跟這一台的 我才在講 跟這一台的那個 磁場是不是不太對 我覺得這個不要 它一直不出來 好吧 當它打不出來的時候 這就要換了 好 那我就這個最後一打 這 它剛不是要往前衝嗎 定竿 你看 就這樣出最後一個吧 我們來看一下這次出幾個 來吧 又出了三個 這樣又有三刮 那就 我再一刮吧 24 18號 沒有 23 就是這麼歲 好吧 那就 再去玩一下 其他的 來吧 我們來試看看這一台 這一台打起來呢 我相信壓力應該是巨大 這在市面上非常少見 幾乎算是沒見過 我們是第一次見 這台是GK台 然後它的保夾呢 來看一下螢幕 商品售價9990 就等於是1萬 然後它一舉呢是30元 我們就試試水溫吧 因為我們好像在 在拍片的時候 我們從來沒有打過 像這麼的高單價的東西 我先試一下台性 甩幅是大的 在幾秒 哇賽 5秒吧 太快了吧 5秒 我沒有看 然後我剛才在甩而已 就下去了 那就是沒有猶豫的空間 甩幅是不錯 還是我們能夠把它打出來 雖然說我也不敢奢求 有 但是我們 可以 試試看 因為那個瑕柱其實是在槍位上 而且它甩幅不錯 哇賽 可是這個投幣太快了 一下子可能你就雷寶 可能就至少破千 這個B耶 收穫還要貴耶 對啊 不然我們就給我們自己一個扣打 哇賽 可是你剛剛後盤也沒有 過不了擋板 過不了嗎 我沒有仔細看耶 我再搭一點 哇 好像有機會耶 這壓力很大 真的壓力大 哇賽 沒辦法 這種大貨塔 太薄不行 太薄不行 我們就當作買一個 遊戲體驗 因為畢竟這個真的是超大貨 因為畢竟這個真的是超大貨 他們會射到那麼高 也不是沒有原因 就跟野獸國一樣 哇賽 它超薄的耶 對啊 這個遊戲體驗差不多了 對啊 如果它是這個位置 都要完全貼在槍位的上的話 也許 也許啦 我們好像很少 在外面打台是會花到 可能會花很多錢 然後是空手的狀態 沒辦法 這個 總不會倒爪出吧 好 掰掰 倒掉就算了 我剛剛想說捏側邊 但是側邊 起不太來 那這個也是我們第一次嘗試 然後我們這一次嘗試呢 花了 八百七 八七 的一個體驗價 但是我覺得OK啦 因為它畢竟它都有出貨過 也許真的有些人會去 每天花幾千元 甚至幾萬元去拼這種大貨 都有 但是我們還是玩一些比較 平民的東西 我們要去玩一下 下一台吧 這一個 東西蠻多的 時尚紙捲 二合一 這個點再拉一下 欸過來了 這個點 過來 這邊再給它下去一個 感覺會扭個一個出來 它也有 它有 而且它好像抓不太住耶 對啊 它抓不住耶 哇塞 因為它在捏的那個捏感很奇怪 有時候會鬆掉 有時候又會有力起來 那也 走路是有沒有 有沒有小 哎呀過來一個啊 那個吸行夾已經噴不見了 反正它手機開得剛剛好吧 對我覺得是蠻剛好的 來了 有了 溜 一個就好 一個就好 那我們再去玩一下 下一台 來玩一下 巨無霸台 這邊有個酷肉米的枕頭 我是不是要先把這個夾掉 要它平躺 對啊 但是應該是平不了 因為它這邊有球 它有下限長度 哦 可是它爪力是強的 爪力啪啪啪 它當然把它稍微吸了一下 而且這一台的角落竟然放了以前的超級大貨公仔耶 那邊有沙二 在下面那一隻不知道什麼 就是以前那種 那個不知道怎麼講 七五海啦 七五海的公仔 原來夾出來 有點遠 原來保夾 保夾就保得到 只是這個點我們要先把它打散 不然就是直接膩 直接把枕頭直接給它膩過去 欸這角度好像吃得到了 吃 起 斜坡 抓 抓你 起 躺 好 有用了吧 呵呵呵 這有用了吧 直接給你滷過來 滷不中 欸 欸不要再把它推回去啊 但它只要一過來就 溜滑梯囉 那個角 它在裡面 對啊 溜滑梯 來了 哇 一樣一個就好 來這角度 這台爪力搶 東西可以 可以帶 然後這角度 都給它插下去 娃娃可能難度 會有點小高 反而這種盒裝的 它只要過來一吸就出了 太難了啦 那個那麼輕 不然除非剛好 撥在它的衣服 照顏 怎麼撥 可以啊 照捏啊 我在騎 然後這邊再帶一下 雖然整體這樣子節奏就是要 比較繁瑣一點 但是應該出貨還是可以的 我覺得對一般人來玩應該有點困難耶 就要 就要很極限啊 只能說 它的捏啊 什麼的 會比較極限一點 然後那個只要一撥下來 其實那一個很好出 只是就是要過來 撥 沒上 來這個小勾 撥 哇 都卡在這個盒子 這個盒子只要過來 應該都不是問題 有了 可啥啊 就是這一道光 有了 至少三百多出貨 還OK啦 至少出了一樣東西 那我們就出這樣吧 再去玩一下 下一台 來吧 我們來夾一下這可愛的狸貓 雖然說他前面有一個洞 給他吃到 吃到底好了 好像要吃到底才能起來 但可能吃到底 可能晃一個角度 我覺得是有機會出來 除非夾起來 身體打到 掉出來 你在前面就是一個洞嗎 對啊 會不會這樣溜過去 他扣到不行 他扣到不行 之後用摸摸的又不行 用摸的這樣 這樣咧 來啊 尾巴再出來 我就把你拉下來 扣到啦 扣到啦 哇塞 只要叫這麼可愛嗎 啊要這麼可愛嗎 這一隻 插到底 蛤 蛤 他是有機會出啦 他是有機會出啦 我是覺得 感覺到他是有機會出 一爪給他猴到底 這樣子 這樣 扣出來 爪力真的很弱耶 再扣到底 哇塞 可是他上去好像不能夠扣到底 用捏的 有了 可愛的小狸貓 出了一隻 非常不錯啦 最後夾這樣子吧 去把東西稍微集中一下 好我們這次夾完了 這次我們融合夾 這樣子吧 也算一小地 然後這邊還有一小袋 然後就夾一堆獅子巾啊 小雜物 然後還有剛剛我們來到這一場的 梳頭髮的嗎 時尚直捲二合一 直髮器 那我們後面來到這一場呢 也是第一次 我們真的是夾娃娃機 史上第一次嘗試打這種破萬台 也沒有到破萬啦 反正也算是一萬 9990 然後打GK 這個打起來壓力會非常的大 可是我相信也會很多人 會喜歡玩這種台 因為他夾出來的東西 就高價值 你看像這邊台主都有寫 23號出一支 24號出一支 25號出一支 然後到6月 就幾乎每天好像都會有人來拼拼看 那我們就當作體驗一次就好 好那我們今天總共就夾 這樣子吧 這抽獎要抽什麼呢 好我們這次抽獎呢 就抽這個吧 因為我剛剛看來看去好像也沒有 特別的公仔啊 或者是大家平常會使用的東西 像這個呢 是今天我們最難產的 只是在打的過程是比較難拉過來 但是一拉過來一次他就出了 那這個呢 就是折疊105L收納袋 拿去收衣服啊 或者是拿去放一些髒衣服要去洗 都非常方便 那我們這抽獎呢 就抽這個 今天最難產的折疊收納袋 抽獎送給大家 那這個抽完的片尾 大家看一下 喜歡的話 先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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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